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个个都用交友APP认识人 但好像有点尴尬 师傅 你觉得呢? 很多人现在都是玩交友APP 不过有些人都觉得很尴尬 觉得好像没有人要才玩交友APP 但其实都很正常 因为你平时想拍拖 都在公司写字楼找 但写字楼实在没有男人 你不在写字楼找 你不想在网上找 你真的找不到 很多时候人不想被人知道 在APP找到 其实很多人都是透过这些 交友网找到 情侣之间如果互相信任 他给手机我看一下 有什么大不了 是不是?师傅 我觉得手机也是不好看 因为一定有些秘密 因为大家互相尊重 而且你看到之后 你只不开心 所以我觉得 其实这个世间上 那些男女没有很纯的 百分之百很纯粹的爱情 一定都是有一些 都都少少不可告人的东西 所以都是不好看 拍拖、结婚到一段时间 都没什么激情的了 好听点的就是细水长流 其实大家不是也是觉得满 爱情 是不是真的可以保鲜的呢? 很多人拍拖一段时间 觉得很满 是因为大家都没有互相成长 因为大家可能相处 可能觉得 咦? 即是 开始的时候很有火花 大家新鲜感 相处了可能十年八年 就觉得 咦?很沉悶了 没有话题了 是因为大家没有成长 就是大家要互相不断的成长 那你会源源不断 有很多新的话题 所以我觉得 不是说拍拖 之后就 就定在那里不动了 也要互相去 不断的学习 不断的成长 中女士片偷偷问 嗯 明明我条件不错 但是一直单身 为什么呢? 如果那个女士 条件很好 但要是单身 可能性格不好 因为很多美女 她的性格都不好 明明条件好 但是又单身 怎么办? 师傅 求求你 指点一下中心 我都提醒过大家很多次 如果你觉得公司又找不到 那在香港又找不到 那其实你可以去其他地方去找的 你不用一定要去香港找的 因为这个全世界有七十万人 是单身的 其实你有七十万的机会 那希望大家 透过这本书 之后呢 可以呢 就 令到自己的性格 改变 自慰提升 就是 如何学习 如何和别人相处 接着可以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就是你拍拖 想 找人爱你 那时候呢 你首先要学习爱自己 因为如果你自己不爱自己的话 你没有这个 shining 就是如果你好爱自己 很有自信的话 那对方呢 都会被你吸引的 我以为你能认识 你应该是什么 我就是这样的 你算是什么 我就是这样的 你自己的回答 你自己的回答 你呢 我就是这样的